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这句话感觉不是很严谨 但是我又找不到更准确的表达 那些描红 等到修改的时候再看 好 差不多就这些了吧 那我考一副走 晓晓 你有没有考虑过换一份工作 干吗 随便问问 比如说以后 你交了一个工作很忙和你异地的男朋友 你们的感情很好 你会为了你们的未来换一份工作 结束和他的异地吗 为什么是我换工作 他呢 他的工作情况比较特殊 换不换的不能由他自己说了算 你再说梁文泽吧 是谁不重要 我就是想知道 如果是你的话你不会 这么肯定 你知道 我从小到大听过最多的话是什么吗 上小学的时候 我考第一名 老师和家长就会说 这女生嘛 都是小学阶段厉害 上了初中我还考第一名 这家长和老师又说了 这男生还没发力呢 等我高中考到理科实验班 数学老师的口头禅就是 这道题呢 我对女生没有要求 这男生要是做错了 可就要挨板子了 哪怕我体体都能做对 等我考上了军医大 一开始实习的时候 代教老师就会说 这理论女生强 可这临床事件 还是男生更厉害 在今天这样的医疗环境下 医生是不被允许犯错的 尤其是女医生 错一次 我们可能连上手术台的机会 都没有了 你说 我这之前的二十七年 熬得这么辛苦 我怎么可能会为了一个男人 放弃自己的事业呢 不过呀 我倒是有认真想过 像林巧智教授那样 一辈子不婚不育 就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一辈子很长 萧萧 这么纯粹 会不会有点太无聊了 那也是我自己喜欢的无聊 好了 有点太多了